大家好 我是您的朋友林医生 高血压作为一种普遍的疾病 已经逐渐侵入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降压也成了中老年人心中的一大难题 而降压一半主要依赖于药物 所以如何正确服用药物 是每一位高血压患者都需要重视的 首先要从小剂量开始 无论什么事情 预速则不搭 降压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于刚刚发现的患者来说 应当遵从医嘱 循序渐进 从小剂量开始服用降压药 不要以为吃的越多 血压越稳定 如果说短时间内血压降得太低 同样也会有一些危险 另外不要间断服药 高血压作为一种慢性病 只能控制而不能根除 所以说降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需要持续服药 而在治疗期间 不要因为感觉良好 就去盲目的停止用药 一旦私自停药 就可能引起内部血压再次紊乱 而重新去调理可能会更加困难 另外不要仅仅靠症状来判断高血压 有很多人并不明白高血压的可怕之处 仅凭着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就判断是否患有高血压 但是事实上头晕并不一定是高血压 低血压也会引起相应的症状 而不测量血压就吃降压药 后果也是不开设想的 除此之外也要注意药物的副作用 选择副作用小的降压药 有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血糖代谢的紊乱和低血钾 如果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不适应当及时就医 制定一个相应的治疗方案 最后降压虽然说主要依靠药物 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日常饮食习惯 并从口入要经常运动 均衡膳食纤维减少饮酒 这样药物才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 好了我们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人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